昨天前国防部长西山穆丁就献议 说如果被通缉的这个富豪刘特佐 他真的在中国的话呢 那西山穆丁愿意呢亲自去中国找他 他可以动用他在中国的人脉 西山穆丁认为啊 如果要解决一马公司案 当然刘特佐呢就必须要回国受审的 那他还说这是他自愿的 并不是受到联邦政府的要求 不过西山穆丁的这个举动啊 就迎来不少人怀疑了 朝野双方都质疑西山穆丁背后的动机 原产部副部长三苏伊斯干达 今天在国会表示 政府必须仔细研究西山穆丁 毛遂自荐到中国寻找刘特佐的建议 以及他背后的动机 他表示目前有许多巫统领袖 因为涉及舞弊案件而被捕或者被提控 他不希望西山穆丁的这个举动 掩人他要从前朝政府事件脱身的印象 而同样质疑西山穆丁动机的 还有自家人 巫统领袖区国会议员凯利 凯利认为西山的这一番言论很有趣 但是如果西山拥有相关资讯的话 也应该告知政府 不过巫统肖山区国会议员纳斯里却认为 西山穆丁的这个举动是恰当的 因为许多人都想知道刘特佐的下落 再加上西山穆丁在中国又有人脉 这是很好的做法 如果是德国区国会议员的地方 如果是德国区国会议员的地方 就很好的 因为我们想知道真实的故事 因为他主持人主持人 所以我认为是德国区国会议员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 动作为德国区国会议员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